赵丽颖王衣博,友谊长存,顶峰相见不见不散。友谊是神圣而珍贵的礼物。正如土壤的水果一年支开两次,友谊的果实四季开花的说法。因此,让我们珍惜你的朋友,并维护友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亲密的朋友,分享生活中的每一个快乐和悲伤。那么,如何保持友谊的持久性呢?了解彼此的喜好。 让我们关心你的朋友的生活。看看他喜欢什么颜色,喜欢听什么音乐,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,这将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对方。永远在旁边。当你无法站起来时,你把我抬起来,当我忘记微笑时,你让我微笑,你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在场,当我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。确保你总是和你的朋友在一起。 从最小的行动中感兴趣的。你不必告诉他的朋友,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。相反,你用最小的行动关心他们。 例如,在特殊场合亲手制作一张卡片送给他,在有不愉快的事情时,送一个赞美,一个微笑,或者送一个拥抱。 这些小行动有时比其他物质价值更有价值。做第一个。如果你两个发生争执,不要因为个人自我而没有说什么。你主动成为第一个出来讲和的人。 或者,在他生日时,你试着成为第一个送他祝福的人。如果他有悲伤的事情,就到他身边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